10月28日,AMD的RX6000系列显卡将正式和大家见面 其中定位中端的两款光追显卡也已经来到了玩家们面前 除此之外,AMD全新一代的APU也得到了曝光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一起来看看 AMD此次的中端显卡和全新的APU都哪些新消息吧 据外媒VideoCats报道 目前在AMD即将推出的三款RX6000系列显卡中 初开RX6900是定位旗舰旗外 RX6800和RX6700均被定位次旗舰 而此前传言AMD正在开发三款Navi GPU Navi21,Navi22和Navi23也得到了确认 其中Navi21也就是之前所称的BigNavi GPU 代号系列被确认为SiennaSitchlet将正式用于RX6900 并会与英伟达的旗舰型号ITX3080相竞争 而Navi22和Navi223这两款GPU则被定位为中端 将分别用于RX6800和RX6700上 代号为NaviFlander 其中RX6800预计将搭配40首CU 192bit位宽的12GB GDDR6显存 TDP功耗大约在200W到250W之间 这已配备了256bit位宽的16GB GDDR6显存 TDP功耗为250W到350W之间的旗舰机RX6900相比 确实少了不少 但计算方面如果与上代相同的话 NaviFlander将配备2560个流处理器 虽然比RX6900的5120个流处理器少了一半 但确实达到了与上代RX5700XT相同的规格 这难道是在暗示这款终端显卡的性能将会是RX5700XT的光追加强版 除此之外还有消息称AMD将推出全新一代的甜品卡RX6600 性能在RX3060以下 如果真的有的话不知道老黄又该如何动刀了 那么成了来一个3050T 然后是AMD全新一代的APO 根据RPSAC爆料称 他们在起点灰心的基本测试数据库中 发现了代号为Sezanne的新一代APOR7500U 根据跑分信息显示R7500U是一款8核16线程的处理器 相比之下现在的R74700U为8核8线程 但其跑分结果并不算很高 所以有部分网友猜测R7500U其实是R74800U的马甲 也就是超频版 而R7500U才是真正的Zen 3旗舰款 这也就意味着Ryzen 5000系列可能会被分为旗舰和马甲两个路线 其中旗舰款的单核性能将会有所提升 以此来应对在单核性能上占据优势的11代酷睿 而马甲版则以8核16线程为优势 用更低的价格来满足中地端市场 据悉这两款代号为Sezanne的移动端处理器将会在Zen 3发布的两个月后 也就是12月8日前后正式推出 然而你以为AMD本世代就这样结束了吗 其实还有更猛的 根据Videocats的消息称 AMD下下一代的APO现已公布 其代号为Rebrand 将采用6纳米制程工艺 结合了Zen 3架构加上Navi 2GPU的组合方式 支持DDR5 5200MHz内存 最高支持20条PCR1 4.0通道 并且会采用全新的AM5主板插槽 进化同时用于台式和笔记本系列上 是下一代Cezanne的继承者 预计将于2022年推出 而英特尔尚未推出的11代酷睿 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否支持DDR5内存 但预计12代酷睿肯定会支持 不然怎么与AMD扳手腕呢 总的来说 目前AMD的攻势可谓是来势汹汹 不但想通过Zen 3和APO的组合拳 打得英特尔毫无还手之力 而且还想用新一代的RX6前系列 光追显卡与老黄的三零系一较高下 但最后的结果如何 还得看英特尔和英伟达是否着价得住 不知道大家对于苏妈这种 EDR的撞击有何看法呢 评论区或者代表上留言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些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